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,发生在2015年11月的桃源县兵训练中心二兵简志龙死亡案,监委调查指出,在简志龙回营到死亡的五天,军队的医官只帮简志龙看过一次病,且没有病例与诊疗记录,而简志龙住的隔离寝室相当简陋,连体温剂都没有。 简志龙最后判定是感染勾端螺旋体并网生,监委前往营区了解状况,确实也发现厨房的环境卫生不佳,放置多个年属板,捕属龙监察院今天通过监委高永城,张勿修调查报告,要求国防部督促所属确实检讨改进,以提升军中照护,并请卫福部协助建立快筛机制拯救更多生命。 高永城表示,钩端螺旋体病人处共同感染病,国内归类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,病人可经由伤口感染几乎所有的哺乳类动物,主要宿主有老鼠、犬指、猪、牛、马、羊等动物,动物感染钩端螺旋体后,经由尿液大量排菌、污染水及土壤,进而感染人类。 高风险族群是畜牧业,不过,常在野外活动的军队,年轻人也有风险。 高永城说,桃园市卫生局事发后稽查营区,访问同一时期受训的新兵,该名新兵表示,他们会轮流帮厨,但厨房很脏,时常会看到老鼠乱跑,老鼠还会偷吃青菜,青菜上面有粪便,清洗的时候会接触到。 高永城指出,他们到县区中心律看时,军方虽然前一天大扫除,收拾的钱钱,但仍看到年属板,不属龙,而厨余桶未紧闭,且与厨房距离过近,与桃园市卫生局发现是相同的。 高永城说,桃园市卫生局稽查报告说曾发现鼠剂,但最后虽没有确认感染源就是从营区而来,但这次调查也不敢如此推论,因为没有直接证据,不过,老鼠是最常见的代言者,因此高度怀疑与营区老鼠有关。